一份份彩色的礼物包 志工们开了包装线 预计完成600份 准备送给纽约三家第一线医院的护理人员 每一份都装有增加能量的五股饮品 韩式蛋糕 温馨祝福小卡 还有来自台湾金社师傅的手工铺口罩 这个口罩不是要给他们在医院里面用的 而是在家里出外的时候就可以用 我们也还附带了绿片 就是让他们可以装上去 打包好了搬上车 慈祭之工出门送礼物 长老教会医院是法拉盛习惯肺炎病患 最多的医院之一 护理部主任亲自来接收礼物 第一眼就对手工布口罩充满赞叹 很精彩 很精彩 然后它有一个袋子 可以装填铁 非常精彩 当然这季度是非常特别的 法拉盛醫院因此成為合作夥伴 當禮物送到時 護理師們跑下樓親自道感恩 今年是南丁格爾誕辰200年紀念 紐約又是世紀疫情的重災區 這群第一線的南丁格爾 面對大量病患與感染的風險 藍衣志工的貼心禮物包 鼓勵著他們繼續前進 大愛新的流榮秋品豪 美國紐約報導